光伏都涨了这么多了 后市还能涨吗 经常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但如果你想要在这个行业里寻找机会 难道不应该先把行业大致了解清楚吗 下面就借用不知道是谁总结的这段文字 包你两分钟就看懂光伏产业链 首先光伏行业里原始的材料是硅 硅是从硅矿里提取出来的 做这个的龙头公司是和胜硅业 有了硅矿是不能直接用的 因为这个时候它还是一堆笨石头 得把这个硅石头变成纯净的硅料 做这个的公司是通微股份 当奔石头变成了纯净的硅料之后 还不能直接拿来用 得把它放到一个专用的设备里去进行炼制 你可以把这个设备想象成是炼丹炉 制作这个硅精炉的公司叫做金盛基电 当有了硅料之后得把硅料做成硅片了 做这个的公司主要有两家 龙基股份和TCL中环 这两家公司的技术路线是不一样的 他们做出来的硅片尺寸也不一样 就有点像是一个做电池的大号 一个做小号的电池一样 龙基主要做的是182 中环主要做的是210加的尺寸 当有了硅片之后 还要对硅片进行切割 做这个的公司叫做高侧股份 切割硅片要用到金刚线 金刚线是用母线做的 做这个的公司叫做福利旺 在TopCom硅片上要印很多的线条 是私网印刷的 明年会用到福利旺的私网 HJT路线才需要用到激光或者是铜电镀 硅片上有很多条状的线条 这些线都是用激光雕刻的 主要的公司是蒂尔激光 好终于有了能用的硅片了 在这之后呢 还需要把这个硅片做成一小块 一小块的电池片 做这个的公司有 通微股份 艾序股份 金科能源和金奥科技 我们刚才说了 做硅片的两家公司 走的是不同的技术路线 做出来的硅片尺寸也不一样 在这里呢 金科能源和金奥科技 和龙基是一条线上的 艾序跟TCL中环是一条线上的 通微呢 则是脚踩了两条船 两条线都占了 当有了小的电池片之后呢 就要组装成一块更大的电池片了 就是我们经常会在图片上 看到的那种几平米大的 做这个组装的公司呢 主要有金科能源 金奥科技和天和光能 不过呢 最近通微也开始 进入这个市场打价格战了 那么当有了电池板之后呢 为了防止它被风吹日晒 那也得像手机一样 在上面贴个膜 做这个胶膜的公司呢 叫做福斯特 在贴了膜之后 还要搞个玻璃盖上去做一下保护 做这个的公司是福莱特 当有了电池板之后 太阳一照就会产生电了 但是这个电还是直流电 我们生活中要用到的是交流电 这时候呢 就需要有个逆变器来转换一下 做逆变器的相关公司有 阳光电源 上能电器 顾德威和特变电工 但是你又会发现 有的地方是一大片的光伏发电板 那个叫做集中式光伏 需要用到的是集中式的逆变器 主要生产的公司是阳光电源 上能电器和特变电工 但也有的地方用的是一小块光伏板 平时呢 主要在生活中用的就是这种 这种叫做分布式光伏 用的是分布式逆变器 主要生产的公司是 锦浪科技和顾德威 那为什么这些年光伏板块炒得这么猛呢 那是因为光伏行业平均增速 能到达100% 而其他的行业平均增速 能到20%都算是不错的了 大部分行业的增速 跟经济增速是不相上下的 大约维持在5%左右 最后呢 新能源目前来看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产业了 短期看 它支持着出口增长 长期看 它具有着保证能源安全 创造更多的就业 甚至取代房地产 成为经济新动能的战略地位 所以它的坡度是很长的 行业的空间 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目前光伏行业 还处在爬坡的阶段 有一些机构认为 今年光伏行业的红利 正在从上游往中下游转移 同时呢 还会有一些技术的变革 让这个行业在不久之后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稀缺的环节 但是具体利用会转移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 您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实在研究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索性就弄个光伏ETF 撒网捞鱼吧